金牛犬不断大口喷吐着鲜血 原本稳定的飞行轨迹 也在这强大压力的逼迫之下 变得摇晃不已 给老子下来吧 我没让你走 谁都带不走你 龙坤这一声霸气宣言喊出 后方观战的徐扬 也忍不住露出了一抹微笑 殊不知 徐扬之所以露出这样的反应 是因为他在龙坤的身上 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那使得自己也是像龙坤这样年少轻狂 在出手的时候同样不留余地 真的是和如今龙坤在战场上的气眼一幕一样 你这个老家伙之前不是很牛吗 瞧不起本尊 现在怎么样 仅仅是我一招功法就给你打得屁滚尿流 还敢不敢在本尊面前放肆了 龙坤终于恢复了上位者的姿态 一脚踏在了金牛犬巨大的头颅之上 以胜利者的姿态 直接在虚空中 就将他给彻底降服了 金牛犬立刻摆出了低姿态 是我油眼不识泰山 阁下如此年轻 具有这么强大的修为 还请阁下高台贵手 放我一马 龙坤哈哈大笑了起来 现在投降恐怕已经是来不及了 我需要你的肉身力量 去换取更多的积分 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 没得商量 只是猎物和猎人之间的关系而已 龙坤这话刚说完 徐阳实力何等强大 一眼便看出这白目金牛犬的身体 似乎出现了异动 不对劲啊 这金牛犬应该是在凝聚力量 准备刺爆了 这股力量 他应该是想要和龙坤同归于尽 徐阳缓缓吐出了这句话 也是让身边的灵瑶 升起了一抹担忧之色 那老大 我要不要立刻提醒龙坤 徐阳没有给出回应 儿子虚空探出了一只青色光环 来得何等之快 竟是令下方那些拥兵战士们毫无察觉 就算是白目金牛犬自己 也根本不清楚 这股突如其来的力量 究竟源自何处 光芒瞬间笼罩在龙坤的本体之上 守护在龙坤肉身的同时 也像是化作一道电光 束缚死死绑定在了 白目金牛犬的本体之上 发出痛苦的嘶吼声的同时 他的身体外围被蓝色的光电完全裹着 再也没有办法调动体内的火焰之力 来自爆了 只能乖乖地束手就擒 感受到老大徐阳的气息包裹着自己 以及身边这个大家伙的束缚手段之后 龙坤这才明白老大的意图 也是对金牛犬刚刚的举动感到愤怒 你他妈居然还想着暗算老子 我要是不给你点苦头吃 你真当你龙坤爷爷 我是白给的吗 龙坤话音一论 一脚重力狠狠踏在了 白目金牛犬的脖子位置 生生事将他巨大的头颅 和他钢筋铁骨的肉身相互脱臼 强大的生命力在极端的时间内 迅速消退 自此 白目金牛犬终于彻底丧失了反抗能力 奄奄一息地 趴在了下方平原的战场中间 立刻被周围数十名佣兵战士们围了起来 你们这样做是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似乎并不属于你们 龙坤有些奇怪地露出了一抹微笑 反问向眼前这几十名佣兵战士 而在这期间 徐扬三人也缓缓走出了后方 落在了龙坤的身后 不过三人仍旧是收敛着自己的气息 看起来就像普通的年轻修士一样 四个人聚合在一起 仍旧没有给眼前的五十多个 酒精战场的佣兵老油条们 带来丝毫的威慑力 反而是让他们更加看清了 这一支稚嫩年轻的队伍 无敌佣兵团 真是几个乳羞未干的小家伙 你们看起来应该是加兰城当中的贵族吧 你们的气质很不一样 但是你们的行为却不见得如何强的 这样一支少爷小姐的队伍 真不适合来这个地方 如果你们肯让出百慕金牛犬这个战利品 我可以替他们做个主 放你们四人安然离去 以后不要再离开加兰城了 这根本不是属于你们的战场 百慕金牛犬也更加不是 你们这样的存在能够驾驭的 龙坤懒得和他废话 直接站在了徐扬的身后 让自家老大来处理这个反琐的问题 他宁愿充当一个贴身打手 徐扬指哪他就打哪 来得更加痛快 这金牛犬的确是我兄弟亲手打下来的 你们就这样明目瞻胆地窃取别人的成果 有些说不过去了 不要在我们面前讲那些有的没的 我现在就想要你们一个态度 这百慕金牛犬 你们是想争还是想要放弃 直接开门见山 眼前这个佣兵团的头目 见徐扬如此果决洒脱 也不再和他拐弯抹角了 既然你这么直白了 我也就直说了 百慕金牛犬我们志在必得 谁敢抢我们就杀谁 我不管你们几个人是什么身份 来到这昆仑深渊 谁又在意谁呢 只有永远的利益 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 头目刚刚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直接下一秒钟就人头落地了 没有人看得出是怎样一股力量 剥夺了这佣兵团总首领的首级 徐扬脸上仍旧是云淡风轻的微笑 就这样扫向周围 这五十多个佣兵团战士们 王八蛋 你们居然使杂暗中偷袭 兄弟们一起上 给我活拨了这四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 副统领一声怒吼 五十多个佣兵团战士 一起朝着徐扬四人的位置冲了上来 徐扬仍旧背负双手 脚下轻轻一动 一股浩然波动 瞬间从他的身体周围 扩散向四周 恐怖无比的力量波涛 顷刻之间 便将眼前的五十多个佣兵战士们 镇成了粉碎 甚至连他们的尸骨痕迹都没有留下 不知死活的一群蝼蚁啊 被欲望完全迷失了本心 这些人已经彻底失去了底线 根本不值得同情 徐扬冷冷的声音 也彰显了他王者的气度 在徐扬的面前 没有人敢讨价还价 一旦他这样做了 那么就只能面对徐扬怒火的降临 我已经给过他们不止一次机会了 奈何他们不懂得珍惜 那也就怪不得我们了 徐扬说完 掌心之中轻轻一挥 百慕金牛犬巨大的肉身 直接被徐扬收回了内空间当中 这也意味着 团队在这昆仑深渊当中的第一个战利品 成功入手 虽然这百慕拳 已经答应了要送给老司机团队五人 但他更像是拉开团队四人 在这广袤无垠的深渊区域探险征战的 一个序幕